妳冷靜不會就一次冷靜到兩年吧 我試過我跟一個朋友翻臉 就一年 所以妳心裡是妳也不想跟他和好嗎 還是妳拉不下臉 沒有 我是覺得不適合 女性朋友 而且以前我跟他特別好 那妳對方一直主動表達歉意這些呢 都有 他有 還是不可以 沒辦法 雖然他是踩到妳的死穴是不是 對 妳不列一張單子出來告訴大家說 哪一些是不要觸犯妳的事情嗎 我覺得很多基本的做人原則 大家都知道了 沒有 我不知道耶 因為在我的字典 如果下一部電影他不來康斯爺 我們就知道我們完蛋了 因為照理說朋友應該不太會決裂到一年吧 第一次滿過分 我跟他很好 然後這個其實我想每個人都會吧 結果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 然後後來我剛好跟他男朋友 在同一班飛機上面 我們就聊開聊天而已 然後跟他男朋友回去就跟怡萱講說 欸我剛剛在飛機上撞到那個書籍 然後他好像對我有點意思 就男的就這樣跟他說 最後他就打電話來罵我 兩天 剛開始我還可以忍受 我就說你男朋友病 第二天他又繼續再跟我爭執 為什麼我要去勾一趟男朋友 我就講了很很多的話 我就把電話掛了 對啊 從此就不再聯絡 那這個是還蠻多分 對 因為他等於是不相信你的為人 對 對 那你為什麼要跟他男朋友 就跟你講 你跟他換交封殺他 就跟你講 你跟他換交封殺他 不要再上康熙了 對你有什麼 謝謝